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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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清華大學電機系劉毅問老師 過去18年來一直在從事音訊方面的訊號處理研究與開發 之所以想要開這樣一門課 其中一個動機可能是因為說 過去這幾年來 我們知道人工智慧處於一種方性為愛的局面 電腦作為一種智能 電腦或是機器 它其實也能夠聽得懂聲音 當然我們最熟悉的是語音辨識 事實上我們知道說電腦其實現在來講 除了語音以外它也能夠辨識音樂 比方說它能夠聽得懂 知道你在聽什麼樣的音樂 有這種app 甚至電腦可能也可以監測各種室內或室外所發出來的聲響 另一方面 電腦除了能夠聽得懂聲音 它也能夠開始產生出自己的一種聲音 比方說我們在以語音開始來出發 電腦它完全是可以合成語音 比方說Siri 有這種app 你可以跟它對談的時候 Siri會以一個合成的語音跟你來答話 除了語音以外 電腦也可以合成歌聲 比方說我們知道說日本有一個虛擬的偶像 它的名字叫做初音未來 叫Hatsune Miku 它的整個的歌聲完全都是由軟體所合成出來的 甚至到2016年以來 電腦已經開始可以以一些特定的風格 比方說以樂聖巴哈的風格來創造出四部合唱的音樂 接下來這門課數位聲訊分析與合成的內容 大致上分成三個段落 第一個段落我們大概是會介紹到背景的知識 因為作為聲音的訊號合成 我們常常需要從Time Domain 所謂的時間的這個領域要轉到Frequency Domain 所以我們這邊我用這個時效比較流行的Hashtag 來跟各位介紹這門課你會學到複裂轉換 Free Transform 我們會在Free Transform裡面可能會遇見到 要了解什麼叫Uncertainty Principle 就是估計參數一種不測不準的原理在這裡面 那麼在第一個部分裡面我們作為音訊的處理 會學到一個最主要的技術 大概一個架構 一個音訊處理架構 我們把它稱呼叫所謂的Overlap and Add 另外可能還會學到比方說這個Fisher訊息 Fisher Information 這個是跟我們在估計一個音訊裡面的一些參數 政府頻率裡面 有沒有在有雜訊的情況之下 有什麼樣的一個極限在這邊 那麼第二個部分會進入到音樂 那這個音樂這個領域我想我們這門課 可能會比較有特色的一點是說 我們對於這個既然要處理的是音樂的這個訊號 所以我們會對於音樂 人類對於音樂的這種知覺的心理學 以及它的生理基礎會稍微做探討 那麼在這個部分裡面 其實它非常廣泛 那我們可能只能講一個 我認為比較精彩有趣的重點 叫做Sinusoid Modeling 以正旋波來合成或是分析音訊的一種技巧 這是以上的第二部分 它進入到第三部分 有的音樂當然我們也會講到語音 所以在語音這部分 我們會首先可能會講到 比方說語音的聲學 Acoustics 那麼在這個階段裡面 在這個段落裡面 我們會講到最主要的技術 大概是所謂的線性預估 Linear Prediction 那麼有的線性預估這種技術的話 我們就可以達到所謂的 將這個語音 人類發出來的聲音 語音也好唱歌也好 把它做這個所謂的Source Filter Separation 我們把它拆解成一個可能是聲帶端的激發源 以及口腔裡面進行濾波效果 兩者可以拆解開來 所以講這以上當然有許多術語 大家目前還聽不懂 但沒有關係 最重要的是我們這門課 會有非常非常多的Demos 在幾乎在每一個章節裡面 我會給各位聆聽說 如果這樣處理的話 輸入的訊號是什麼 輸出的訊號 兩者之間有什麼不一樣 甚至我們可以聽到 比方說機器人發出來的聲音 我們可以聽到一些幻覺的聲音 我們可以聽到各種各種的處理技巧 所產生的效果 所以講了這麼多 我們這門課的數位聲訊分析與合成 我們將會專注在人類 能夠聽得到的聲音訊號的處理 如果你是 比方說你是大專業校的學生 你對於聲音 對於語音 對於音樂的技術特別有興趣 不管你是大學部 也許高年級的學生或是研究生 或是說您是在業界工作 可能因為你是位工程師 因為工作關係 你需要接觸到音訊相關產品的開發 我相信我們這門課 數位聲訊分析與合成 將會提供給您一個比較堅實的基礎 讓你對於訊號處理的 不管它的數學演算的原理 你會具有比較充足深入的了解 也會對於人類之所以語聲俱來 這種聽語說的能力 其中所牽涉到的背景知識 也能夠有所領略 對 那麼稍微跟各位帶一下 如果你在考慮說 是不是應該修這門課 可能還是要稍微提醒大家 我們這門課的話 預設的說背景的知識 大致上首先大家要能夠 具有高中的數學的程度 矩陣三角函數 可能我們要用到sine跟cosine 這些常常會用到 另外從程式語言來講的話 我們這門課在所搭配的這個 我們就說是我們這門課 所搭配的這個主要的語言 其實就是以matlab為主 所以這個各位如果有學過matlab的話 會是在程式的這個作業 或是這個範例上面的話 就會比較容易接受 那麼另外呢在這門課裡面 大概會用到一些微積分 這個是難免的 在複裂轉換裡面 一些的這些定理 都需要用到微積分的觀念 以及技巧 那麼另外呢 比較直接相關的話呢 在我們這門課裡面 既然是做一個訊號處理課程 如果大家先前已經有 大概修過大學部概論的 數位訊號處理這樣的程度的話 也會有一個 也會非常好 那最後呢跟各位提到是說 我們這門課既然是處理 是聲音的訊號 聲訊 所以對於這個聲音 怎麼樣在空氣中傳播 怎麼樣進入到我們耳朵 如果大家可能稍微回憶一下 這個譜物這個程度的 這個acoustic 裡面講到聲音 什麼是波長啊 什麼是頻率 我這些概念 如果能夠了解的話 相信對於我們的 修習本門課程 也會相當有幫助 所以說了這麼多 總之是邀請大家來聽聽看 讓我們一起來玩音訊